最後一題 這個題目是考過的 這個題目是平常考試愛考的 問一些方向的事情 第一個 這個東西圖上顯示它正在逆時中轉 它正在逆時中做圓周運動 請問你 它在A點的速度方向向裡 請答上下左右前 前就是指向畫面裡面叫前 後就是指向外面叫後 上下左右前後 請問你A的運動方向向哪裡 在哪裡 來 暗示答案 順時運動方向都是切線方向 順時運動方向都是切線方向 可以嗎 了嗎 了嗎 來 請問你它應該向 它應該向哪裡 它應該向哪裡 我們要找一位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有 有 你們班有吧 15號 沒有15號 9號 9號 轉到最上面切出去是朝右邊 好 講過了 順時運動方向是切線方向 所以A的切線就朝右 逆時中切線朝右 所以方向向右 OK 這叫做運動方向 速度方向 那請問你加速度方向咧 好 再度暗示答案 好 有向心力就有向心加速度 向心力的方向跟向心加速度方向是一樣的 什麼叫向心力 永遠都指向圓心 各位都指向圓心 所以A的加速度方向朝哪裡 一樣上下左右前後回答我 一樣上下左右前後回答我 是晚吹咧 可愛的大帥哥 等一下要找帥哥了 五大帥哥 這個大帥哥叫做29 海龍嗎 29 睡著的掛藥那個 不要理他 我們計他 上到睡藥就好了 35 35 35誰啊 起來 向哪裡 圓心 不是 上下左右前後 下 向下嗎 對 確定嗎 對 好 你確定就確定嗎 人家江湖誰怕誰嗎 答案叫做 加速度方向跟向心力的同方向 向心力橫指向圓心 所以向心加速度橫指向圓心 指向圓心 指向圓心就是 A的指向圓心就朝下 所以他就向下 他就向下 OK 好 最後 就是 類似學測考的內體 他什麼時候放手 才會呢 進入那個 有效區內 那這裡 在A臉 給他咔嚓斷掉 他會朝哪 一樣 上下左右前後 剛剛跟你講過嘛 向心力不足 向心力消失 東西怎麼動 就考剛才講過那個 向心力不足或消失會怎麼動 來 我們要找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 十二號 十二號 向右邊 請坐下 你說答案叫向右邊 向心力消失 他就會 慣性沿切線飛出 A的切線 逆時中轉 A的切線會向右 所以就向右 飛出去了 所以向右飛出 這也是考試的題目嘛 這三題都很簡單 就一些簡單觀念 可是都是屬於 考試會問的問題 會考的問題 希望你能夠理解 如果有不懂不理解 趕快去問人 這就是問一些有關於方向的問題 OK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要練習